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完全是可以改变的 但是这个改变能够改变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那这个就是也不一定 比如说因为要看为什么 比如说我现在特别特别的情况非常的糟糕 那为什么这么糟糕呢 这个当中可能不是一个原因 有很多的原因 有现在的客观的原因 然后也有过去的原因 这些原因都比较多 但是原则上是人的命运是完全是可以改变的 所以佛教经常讲 我们不需要遭屋主 不需要谁来安排我们的未来 都是可以自己掌控的 所以这样子的 所以原则上是完全可以改变人的命运的 然后改变命运的这些方法 密宗里面比先宗多得多 有特别特别多的这个方法 继续讲解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